因為美國是種證據的一個國家 那麼那些證據鏈的揭露提供 那肯定是有人知道這方面的信息 那麼這個臥底肯定是暴露了它的身份 那麼美國不屑暴露這麼重要 已經打入中共間諜網裡面的一個特工 FBI的一個臥底來揭露這張犯罪的行為呢 那確實是美國是很不容易的 這說明它是這次也畫了血本 來組織共產黨對美國的滲透 對言論自由的打壓和威脅 而且那個司法部高調提到這個事情 那麼還認為這是冰山一角 現在這樣受網對共產黨對美國的滲透 進行司法審判 那麼這樣的話確實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重要有幾點呢 一點就是說使其他為共產黨服務的人 他們呢就是必須要收斂 有些也害怕了 據我說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第二天就有人去刺手 可能未來有來打一個小報告呀 可能中共威脅他們 然後你了解一些民運的情況去做一些匯報呀 那這些人呢 感到這個事情做不了不能做了 也有可能像那個王淑君這種 是吧 幾十年一直在把中國民運的信息啊 什麼傳遞給中共的那些人